今天是中华民国 105年 10月5号 星期三 时间是下午 两点 我们大家 不睡午觉 我们把我们乐血聚集在这里 我们在场有得高望重的 王代表 画公 国民大会代表团主席团主席 最高选票当选 李登辉曾经公开表扬过他 还有我们非常得高望重 令人敬佩的 劳正武博士 他也是南怀景的得意弟子 那么 我们在介绍这位女士 她是我们 什么单位的 那您是 会长 那这位帅哥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跟你讲啊 他今年只有40多岁 但是问题是 几岁我不告诉你 他是玻璃台湾大学的 总教官 主任教官 主任教官四个字 有点麻烦 就总教官 然后 我自己就不介绍了 我们今天 永安会谈的主要目的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 永远的平安 请看永安欲感 还有只狗在睡觉 他就是很永远的安定 然后我们现在 请劳博士开场白讲 什么叫做 党产 什么叫做 不当 什么叫做什么什么 开始 没有这个 现在 顾立雄啊 受蔡英文指使 整理个什么 最好党产啊 什么不当党产 如何如何 我们的观点是 文权颠倒黑白 胡说不倒 一个倒过来 那么 我们要清算 国民党的党产 失去了多少 好 那么 应该问蔡英文 往回来 我们所知道的两大笔 最重要的就是 国库的网站 第二笔 就是 故宫博物院 所有的宝贝 活宝 那好 这是 为什么这是党产呢 就是因为 是我们党 蒋总裁 拿过来的 那么 那么现在 大家算清楚 所有这些船 都要还给国民党 所以我们现在 在法理上没有问题 在情理上也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研究 怎么有力量 要组这个委员会 推选 我们陶先生 陶毕特 陶先生 你们不知道 他是横行两岸三地的 大武侠 我这边 跟老博士请教的问题 中间还有一个人 拿了很多党产 盖了什么什么 什么科学研究院 什么台科院 那位先生 我们也要向他炒回来 那这个李登辉 我的看法是这样 李登辉这个人 不足论言 现在也没有 这是什么 不足论言 这根本没有 不足论言 那个老修没有用了 现在针对有权的人 问他要党产 但他也拿了不少啊 他拿这个 在党产里面是九牛一毛了 我们是胸怀大量 原谅他了 不要管他 有些东西要换过人家 不要像那个顾利雄 莫名其妙 斤斤计较 我们是大人物 我跟这个 老博士还有华东 还有这个宗教官报告一下 我昨天 上午跟 我们中华民国 高能法院院长 谢之嘉先生 有一段对谈 他虽然高龄八十几岁 他的耳朵非常的好 他跟我讲说 今天立法院通过了 这个不当胆产的处理的条例 他讲了四个字 有法也无法 他儿子说 恶法也是法 那么 这八个字 让我深深感觉到 有句话 他说当权者啊 可以胡作非为 我们在野的话 要力来顺受 你站不站在这种说法 当然不对啊 如果这样的 社会没有进步 我们在野虽然没有力量 但是 我们是社会的良心啊 是力气的动力 这不怕 历史是怎么撞不撞 如果这样子 照这个理论的话 没有孙中山的嘛 是是是 孙中山怎么革命 一个人 是是是 就得叫 结果叫出为中华民国出来 对不对 那我 我这边要请教画工一下 因为刚才老博士 他也讲了一个很多的道理 而且我要特别让全世界了解 我要翻译成英文 老博士 他有个大的著作 叫做 什么法人公 返华党产委员会 法人公 法人公 哪个小事了 对其 中文名字叫什么 书叫什么 法人公破析啊 法人公破析 英文叫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整个法人公的一个 剖析啊 好 那么现在我请教画工了 画工他是 警察大学前身 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 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 法律基础 但老博士也是 法律系毕业的 那我先 请教你们两个 可以分别回答 既然 这个法是恶法 也通过了 也在执行的 而且还把永丰银行 西瓜卫大边 把台资给冻结了 昨天协议长说 这是绝对不可 台资 是同现金 是 他们的薪水 你会影响到 上千个家庭 上万个人 没有薪水 法院裁判 结果没有 就算有结果 还要 保留三分之一 多一点 给他们做生活费用 其他才能强制执行 也才能够执行 而且还要征过 假扣押击程序 请华公表示意见 我对谢院长那句话 有意见 请恶法一法 违宪的法律 那是他儿子讲 院长是讲 有法也就是无法 无法无天 他儿子讲说 恶法也是法 好 我反对他这句话 恶法还是法 恶法是违宪的法 我们请求大法官解释 就可以把这个二法官 把它废纸 但是 谢院长特别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现在大法官会议啊 这个执政党已经改成 有一半的人 可以不是法官出身 可以是学者 就这些学者都非常偏向 执政党 那么这个时候 华公你所谓的大法官解释 已经沦为空谈 请华公表达意见 那是政治的问题 不是法的问题 那他们听他们从政策 这个宪法 那就是不合法的东西 所以大法官我感觉到 没有超然的地位 是大法官应该是超然 超越党派 劳博士您觉得 这个要讲 取理这个党产的问题 那个 你不能够陷入他们的 法律的圈套里面 你一定要超越法律来思考 所以他们 有权就用这个法来绑我们 说这个党产不多 这样 这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也专进这个法律里面 去跟他斗 这个我们会输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超越这个法律 好 你说我们的党产要追 那我要追你更大的党产 就是刚才讲那个黄金 跟这个 尤其蒋介石已经下野了 他不是总统 那就是个党产的理由了 不是尤其事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 足够的理据 那么这个是国民党总裁带来的 这个应该还给我们的国民党 从大陆带来的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的党产 你要用这个方法 就是说你要打敌人 不能够让他陷入他的全靠陷阱里面 就跟他斗你不输 你要超越他 是 比如说 我在比喻 比如说 你骂我是小偷 那如果跟他辩论 我不是小偷 你会输的 你应该怎么样 你说我是小偷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是强盗 你比强盗 强盗比小偷还严重 无法无天 要这样干 那你才能有事 老博士 我请教你 你刚才说 我们要成立一个委员会 全民是什么 你再讲慢一点 大声一点 我的初步的名字 那个叫做 返还党产 推逃党产 那么 请 这个 有魄力 有勇气的人 当主任委员 那如果有主任委员 找一些 这个民间也好 再挑战也没有关系 再喊我也可以 在大陆是 全部组成 组织 然后出主意 好 华公 请教你问题 最近我曾经 听坊间很多说法 国民党内部 非常不团结 华公你对于最近 红秀术和吴敦毅的 两个人之间的争执 表达一下你的意见 谢谢华公 然后为了竞选党主席 所以才有这个公民主席的行为 谁先公谁 谁先公谁 要输送呢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民间的力量 我们来成立 现在的时间 正好是 2点48分 四四八 我建议这样子 国民党 现在现有的 国民党主席 他们这个东西 不管我们是不要理他 国民党 一般人不了解 国民党是真正的 什么叫真国民党 国民党有真国民党有假 我念三民主义的时候 老师说 中国国民党是革命民主政党 那么 这个 国民党 是自动自华 就能自制 我打讲一下 老博士 你党龄多少了 我民共五十几年到现在 哎呦 也半世纪了 没有 五十七年 四十三加上 四十八年了 我是 也四十多年了 华公您的党龄是几年了 党龄 六十五年 六十五年了 那请问 宗教官 六十五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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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官党龄 哎呦不得了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就 有两百年了 好 那没有关系 这不是论党龄的 老师几年了 五十三年 老师几年 党龄 你哪里五十三年 我五十三年开始 你党龄几年了 五十三年了 全都五十三年了 全都五十三年了 我是民共四十年了 跟我差不多了 我们在哪 我们在最后 我一见就走了 有几成了 全往 不是走 全往 全往 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行动的话 搞个组织 号召所有的真正的国民党团 大家 去行动 现在我们的起草 我们一概 无意通过 请老博士做起草人 我提考人 化工做总顾问 你做总编辑 然后小力做电脑合成 然后我们请老师也当顾问 好 我们一致无意通过 好 谢谢大家 顾长 那还要找一些人 有几个人 要找他来 人不在于多 在于精辟 对对 那个整个这个想处于 那个 那个藤家全就可以了 好 可以 好 海阔天空 我们上个洗手间 就回台北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时间是 松华民国一百零五年 你们去吧 十月五号 星期三下午 走到那个 走到那边 走到那边